画家反映内心感受 有的选择山川风景 有的挑选镜物花鸟 而台中这位毛子林画家 则是选择用动物来反映心境 他表示因为喜欢动物 所以画中的猫狗 马兔和大象等等 都有不同的个性 来对照他的心境 希望透过疗愈的色系 来疗愈民众的心 婴儿床上面不是都有那种旋转的那段吗 把家中饲养的猫变成油画的主角 每张画都是一段趣事 画家毛子林透过疗愈色系 画出了各式各样的动物 要来温暖民众的心 多人都会说跟动物相处 觉得很单纯很舒服 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 那我们看到的失误 其实也是映照自己的内心 所以我觉得你看到动物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映照你内心 单纯的那一面 所以我藉由这些画作 让每一个人观赏者 都可以去观察 每一个画面所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飞科班出生的他 因为母亲离世 而选择学习绘画疗伤 因为喜欢动物 因此开启他的创作生涯 除了猫和狗之外 还有牛 马 兔子和大象等 每一张都是心境的呈现与回忆 大象呢 其实比较是关于我跟我爷爷的回忆 因为我爷爷是一个聋哑人士 然后他是在日据时代长大 然后他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 可是他很好学 他都是自己自学 那我小时候 我每天放学回家 我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去撕那个日栗子 然后给我 我爷爷就会用他削的很短的铅笔 然后他就会开始画大象 透过动物拟人画 让每张画都像是绘本一样的梦幻 目前在葫芦敦文化中心展出 作者希望民众在欣赏画中动物的同时 更认识自己 记者李静阳台中采访报道